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讲 来形容圣灵纯全的工作 那个就是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各位当我们讲超自然的时候 我们马上会想到很异常 异常的一种现象 不是 圣经讲超自然的意思 是完全摸不着 看不见 听不见 没有一个人对他有知觉 尤其是已经堕落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耶稣形容圣灵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用风来形容 风随着意识吹 我们听见他的声音 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听见他的声音 声音是能听到 但是那个哭听得到 对不对 但是他是从哪里 他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有时候像东吹 有时候像西吹 没有人知道 这是他的主权 他的意思来的 所以一个人 他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 听了主的道 有信心产生 甚至流泪 甚至呼求主 这个是我们能够听得到 看得到的东西 对不对 那个是你已经有知觉了 但是为什么 有这样的超自然的工作 会临到他的灵魂 那是神的拣选 有生灵 施行救恩 他的主权来的 所以不但是这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但是重生的事 一个人信主重生的事 甚至一个神的仆人 他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有一个意念 临到他 为什么一个胆怯的人 对不对 胆怯的信徒 忽然间有信心 下一刻信心临到他 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来的 所以你不知道的 你没有办法预测到 这样的恩惠 就是临到人的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你说 那牧师 这样伟大的工作 这样没有办法预测的 没有办法想象到 下一刻来 这个历史 大帝国兴起 衰微 不知道哪一个总统又起来了 你们没有想到的 对不对 你们忽然没有想到 圣灵的意思 谁能够参透呢 但是 谁能够享用到 圣灵的能力 跟圣灵一起同工呢 各位注意听 现在要讲 各位所以 那个看不见的 那个圣灵 他把他的说明书 我的意念是什么 讲出来 我的作为是什么 讲出来 用什么来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用什么来讲 用这本圣经来讲 对不对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用圣经把我 心意 我的作为 全部显明出来 所以你要认识圣灵 各位 你一定要 借着 确认真理 确认真理的经历 而来的 各位明白吗 你要确认真理的经历 而来的 现在 所有 可以说 大部分的信徒 对圣灵 错误的认识是 你们看 我们每次要经历圣灵 我们先感悟 我们先感觉 对不对 所以 那个是什么 所有对圣灵 错误的认识是 你要用你 人性的感悟 因为人性里面 人性的东西是 我们喜欢安全 我们喜欢自由 我们喜欢开心 我们喜欢被爱 对不对 这个是人性里面的东西 就算你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你有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那是你多弱的人性 你多弱的人性 在你的多弱的感悟里面 你感觉到 有自由的感觉 但是你的自由 是没有受真理限制的 你被全世界的人爱 你被全世界的人 你感觉到很舒服 但是圣经跟你说 那个舒服是危险的 如果你不懂得爱人 如果你不懂得爱上帝 你得到一切的成功 人的爱在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那个平安是假的 你不要被骗 圣经很清楚讲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圣灵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 一个人重生了 他现在开始读圣经 每一次他翻开圣经的时候 因他信了之后 然后有新的感悟出来 有新的感悟出来 所以他一听的时候 读的时候 他挣扎 确认又挣扎 确认又挣扎 然后有一天很奇妙的 这个新的感悟 是这么的清晰的时候 他发现 当他的希望放在地上的时候 他没有平安 当人人都爱他 但是他不能爱人的时候 其实很痛苦 对不对 很奇妙的 他有新的感悟 跟人性原有的感悟 是不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一样的 所以以前是 多有钱就安全 对不对 多有钱就满足 现在有一个新的感悟出来的时候 这个钱之不用 按着你的旨意来用 很奇妙的一个 安稳在他的心里面 不怕 没有钱 对不对 这个是新的感悟 就是你这样认识圣灵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用感悟 感觉了 这个就是圣灵 这个就是真理 这样是本末导致的 乃是 你原来全部都错的 全部错的 现在拿起圣经 读的时候 有新的亮光来 新的洗净你的灵魂的那个道 就是洗净的时候 新的感悟出来了 从那时候起 你才能够开始结合 那个 你全然不能摸到 看不到 听不到的 他的意念 他的意思 对不对 结合起来 才能够 你过 心灵的信仰 的信仰生活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太难的东西 但是也是我们无知的东西 我们到现在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没有洗净 我们没有阻止不对的意念 我们一直放纵那个感觉 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 到一个地步呢 很奇妙的 把它举起为那个真实 真理 好像把这个举起为事实 我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讨厌就是讨厌了 我现在开心就是开心了 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认识圣灵的事 所以 现在 在教会界里面 各种的灵 有圣经说什么 时候已经将到 对不对 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个无底坑的兽出来 无底坑的兽你是看不见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兽 圣经用兽 就有力量的那个兽 禽兽 对不对 就杀人的那个兽 然后杀人灵魂的 所以夹道出来了 夹道 夹先制的道 有各种的灵来 你怎么分辨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怎么分辨啊 所以人用现象来分辨 人用感觉来分辨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全部错的 谁讲你流泪 你哭 就是圣灵的感动啊 谁讲的 谁讲你来到一个教会 哇 这里很多人 然后那个感觉很好 气氛很好 哇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谁讲这个东西的 谁讲这个东西 对不对 谁讲你有恩赐 有口才 哇 你讲道的时候 很好 听的时候 你圣灵的恩高 谁讲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们全部 被欺骗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判断的根基 然后我再问各位 谁讲你忧伤的时候 就不是圣灵的能力 保罗用他的忧伤 来为他的亲主祷告 以色列祷告 对 两千年之后 你看到 回复了 对不对 谁讲你握病在床上的时候呢 你没有圣灵的荣耀 有些人握病在床上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整个的生命 你看到他的喜乐 你看到他依赖主 然后没有病的人 来到他的面前 得到安慰 扶持 他见证主 见证主的荣耀 甚至比他们更坚强了 所以你想 难道没有吗 所以现在我跟各位说 当然 我并不是说 你无能 无力 你贫穷 疾病 就是圣灵的工作 我不是这样讲 我现在不是这样讲 我现在讲的 那个圣灵 你要经历圣灵的根基 首先 你一定要有 从天上来的启示 就是真理了 从天上来的启示 各种的 圣经把各种的事情讲 对不对 跟你的生命有关 跟你的永恒有关 跟你的夫妇有关 跟你教育儿女有关 全部全部跟你的心事意念 怎样保守有关的 对不对 你怎样想 怎样 把自己交托给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错误的 是不对的 圣经都讲 都讲 对不对 灵界里面的事情都讲 讲了之后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你有感动来了 因为你有新的感悟 有新的感悟 你有感动来的时候呢 注意听下面的句话就是 现在你要经过 能经得起考验的 试炼 时间 你才能够确定 对 那个感动是对的 那个感动是对的 如果一个人 他现在成功 你不要只有 他成功了 他就讲 奉耶稣的名祷告 他得到了很多 他很自信 他有见证 你不要看他现在 你要看他过后 他的成功 属于他的骄傲吗 他的成功 叫他更谦卑吗 你要看这个东西 如果一个人 遇到试炼 苦难 有病痛 有各种问题 孩子有问题 你不要马上议论 我们人很喜欢这样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他不顺服神 是不是他做的东西 没有顺着圣灵 各位不要这样看 因为圣经有告诉你 当一个患难 临到一个人的时候 患难临到的时候 很奇妙的 他的心中 有没有神的话 有没有圣灵的充满 是很奇妙的 他原来不能喜乐 不能有希望的 那个患难 反而伸出忍耐 反而从忍耐 伸出劳念 从劳念伸出盼望 盼望 然后在这个盼望 不至于羞愧 不至于 因为圣灵的爱 浇灌他 浇灌他 所以人人都觉得羞愧的 哎呀你病痛啊 我真可怜你啊 哎呀保罗 你立志行善 行不出来 哎呀我真可怜你啊 我真同情你啊 你身上有一根刺 有一个病 上帝不解决 我真可怜你 但是对这个使徒来讲 有圣灵的爱 浇灌在他身上 他的患难是神所赐的 他的患难里面 有圣灵的爱 扶持他 很奇妙的 使徒起来 使徒用他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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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熏道 来荣耀主 叫这个福音 传遍两千年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要马上看 那个现象 这个人有自信 马上就认为 不要看这个人 他落到低谷 他有患难 很痛苦 very sorrowful 很难过 很忧伤 这就不是圣灵的工作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一定要问 那个人心中的 那个的 那个的现象 他心中里面 反射出来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 我们外面的人 我们不懂的 我们不懂 但是他一直以来 他所听到的神的道 他所确认过神的道 刻在他心板上 留在他心中 这个成为圣灵 工作 持守他的信心 甚至在患难当中 彰显出来的能力的 那个根基来的 各位我们现在 现在理解一下 这个方面的东西 现在我要各位 有一点反面思想 因为我们是正面思想 我们是积极 我们用积极东西来认为 就是圣灵来的 我教你顺服 牧师教你现在 不是主 是奉主 我很积极 我有力量 我有自信 能够做得好 你做做做 对 一般人是以这样 为圣灵充满 但是呢 有时候你在服事当中 你有难处 你有挣扎 你遇到很多的 辛苦的事情 但是你继续挣扎 你继续 因为你不能放弃 对不对 你不能放弃人的生命 人甚至不理解你的时候 你不能放弃牧养人的生命 这个挣扎继续来 因为你里面有神的道 是生出忍耐 生出劳炼 生出盼望 然后你成为一个荣耀的牧者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成为荣耀的牧者 荣耀的母亲 父亲 荣耀的一个信徒 基督徒 在这个地上 真的像是把 作严发光的那个功效 全部带出来 你一定要认识圣灵的工作 不要认识那虚假虚无的东西 今天有 明天没有的 今天嗨 明天就low 不是这个东西来的 只是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 已经每次寻求快感 寻求刺激 寻求快快的成功的那种 那种现象 那种思维方式 已经全部跟圣灵的工作 甚至不关系了 弟兄姐妹 现在主的话 怎么教导我们 我们从主的话来看 我们从主的话 整个罗马书 讲到climax 八章的那个地步 我们一定要关注那个地方 保罗讲 保罗呱呱叫那个 无论是刀剑 无论是逼迫 无论是患难 痛苦 吃生怒涕 都不能教我们与生的爱 隔绝的那个奥秘 我们认识圣灵 一定要走到这个climax去